多处楼板 墙面 大规模剥裂 还有钢筋外露 这里是板桥举光消防分队 新北市消防局副局长陈崇岳指出 经过耐震能力评估 建筑物出现结构老化 绿离子过高 耐震能力不足 补强的经费5000多万元 不符合成本效益 为此立委张宏璐邀请消防署长萧焕张 实际走一趟 争取补助 重建经费 主要这是我以前服务的地方 当初这个建制也透过民众的捐款 募款而得 因为已经使用了几十年 也经过鉴定式危险建筑物 所以今天跟张委员特别来献刊 怎么透过中央跟地方的共同合作 来完成这栋建筑物的兴建 举光消防分队35年的建筑物 存有公安疑虑 目前仍有消防弟兄进驻 别说影响他们执勤安全 就怕一个大地震 救人的单位也可能等着被救 立委张宏璐争取中央前瞻计划补助 加上市府制筹款 加快改建速度 我们也要让我们的队员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这样子他们才能够比较有一个好的身心 能够来处理他平常的业务跟救灾 尤其是我们这一栋大楼 这个也有很多易销等等在这边随时的出入 如果一个危险的大楼 如何能够提供人民好的服务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次消防署长亲自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很快的包括中央的协助 跟地方我们编列预算 我想我们很快的从建筑师的征召 那明年开始我们会整个来启动 如果在预算上 大家可以整个结合 那对板桥地区陈鲁委员所讲的 会有更多的保障 张宏璐表示 前瞻计划能补助消防分队 重建经费8000万元 加上市府编列预算2.65亿元 预计2024年1月动工 最快2025年年底 可以完工启用 记者游文一 板桥采访报导